在當今的時代意義 第一 我想問各位朋友 家庭當中夫婦啊 誰來當家做主比較好 張乎 太太 我們來看看我們聖人怎麼說 《易經》的細詞在解釋 什麼叫陽掛多陰 什麼叫陰掛多陰的道理時呢 他這樣講的 為什麼陽掛要多陰呢 陽掛就是一掛有三陰為例 陽掛是一個陽陽兩個陰陽 所以陽陽代表君 陰陽代表明 所以一君二明是屬於陽掛 君子之道 是成就君子的道理 什麼意思呢 這掛裡頭的陽陽為君啊 掛我們把它代表一個家庭 代表一個組織 就是一君二明是一個家庭要邁向君子 一個團體要邁向君子的一個道理 就是一個團體一個家庭 只能有一個主人而已 如果呢 有兩人當家 好不好呢 當然不好 就是陰掛的二君一兵呢 是小人之道 二君一兵 兩個領導人 不能夠成就為君子之道 所以首先 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人做主 就是呢 我們在聖人告訴我們的 那到底誰做主好呢 我們聖人還有一個叫老子呢 他在寫清淨經裡頭呢 他有這樣形容 他說呢 男青女濁 男動女靜 天青地濁 天動地靜 他說男孩子的理路呢 比較清晰 條理分析比較清楚 男孩子呢 比較動 集體鋼箭 各位想一想 所以是不是一個家庭 只能一組都一組呢 由男人當家比較好 順便提一下 這個拙這個字呢 是含污納垢 是一個困到一個女人的德性 可以容納毀謗 容納一些誤解的功夫 這是男孩子學不到的 這個清竹 它是不同的特性 絕對沒有好壞之分 我們聖人提一下 第二 我們想問各位朋友 一個家庭 先生太太共同奮鬥 有人說 太太要把功勞來推給先生 有沒有道理 我們來看看我們聖人在怎麼說 《易經》昆掛文年有一句話 就談這個道理 他說啊 因雖有每寒之以從王室 福感成也 地道也 七道也 成道也 什麼意思呢 因跟陽對待 陽代表男 代表先生 因就代表女 代表太太 陽代表君 因代表臣 家庭裡頭呢 因就代表女人 代表太太 一個太太呢 雖然有很好的美德 以從王室 跟著君王辦事 君王就是先生了 努力的拼家庭 他講喔 福感成也 太太不敢鞠躬 為什麼呢 他說這是地道 是七道 是成道 地道 七道 成道 是同一道 各位朋友先想一想 假如各位 在一個公司 在一個工廠裡頭 你是好才華 你是城市部署 跟著老闆辦事呢 哇 這個工廠啊 非常的特色 非常的興旺 而且你的功勞很大 請問各位朋友 你敢在外面說呢 我的老闆沒有我找款啊 敢不敢 我想最好不要 為什麼呢 假如呢 您跟著老闆在辦事情啊 功勞很大 在外面啊 就堂吹嘘 我老闆沒有我不行 我老闆沒有我 工廠找款啊 公司找款啊 這個話傳到 老闆耳中啊 怎麼樣啊 我想老闆聽起來呢 哼 沒有我 你能做事情嗎 還敢 亂講 可能啊 這個投入啊 就不保了 所以呢 臣不敢鞠躬 為什麼呢 老闆不授權 我們根本沒有機會發揮嘛 好比大地一樣 天不下雨 地要連生長草木都不行耶 家庭裡的道理是一樣的 先生太太共同辦事情 很多主義可能先生出的 太太要做事情 也通常要得到這些點頭嘛 所以說呢 地道 區道 層道 都不集公 這也是我們 中華民國 中國呢 一個非常非常 優美的特色文化 各位 女孩子 不要洩氣 不要失望 沒有關係 為什麼咧 我們甚至還講一句話 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也 雖然地道不集公 成道不集公 七道不集公 可是最後 終能開花結果啊 各位看 孟母為什麼能夠留兵千載呢 孟母三千 造就了孟母 孟輝的媽媽 為什麼留兵千載呢 孟輝在 孟輝的媽媽在孟輝的背上 吃著鏡中爆裹 要他好好的為他效力 長大之後呢 他就成為名人 所以呢 這個孟德呢 雖然先前不集公 可是最後 一樣可以開花結果 各位看一下現在的社會 母親節絕對比父親節還更熱鬧 還更興旺 為什麼父親節 傷人吵不起來 這個天地當中 明明有道理 天地的真理 絕對不會埋模的 所以呢 太太 推公給先生啊 是文化 我們不用在那邊計較 第三 我們中國文化呢 太太稱呼 先生 稱呼丈夫的兄弟姐妹呢 我們都稱為 伯淑姑姑 下將一等呢 跟孩子一樣的教法 為什麼 第一呢 剛剛我們不是講過嗎 一君二民 君主之道 一個家庭 不能有兩個主人 所以說呢 我們當太太的啊 也降一輩 跟孩子一起稱呼 另外呢 我們啊 看我們中國孔子的書啊 《倫語》呢 他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他說呢 幫君之妻 君稱之為夫人 夫人自稱為小童 他說一個諸侯的國君啊 國君叫他太太呢 就稱之為夫人 各位朋友 男女平等啊 君稱夫為夫人嘛 對不對 可是夫人自稱曰小童 這個有賢德的太太呢 自稱用小來稱 只夫人自稱喔 先生稱夫太太沒有稱小喔 還是夫人 所以呢 我們中國文化 把太太 稱呼兄弟的 稱呼丈夫的兄弟姐妹為 博淑姑姑呢 這除了剛剛所說的一家 不能有二主之意之外呢 我們認為呢 我們認為呢 也是我們中國文化很好的 女子謙德啊 女孩子謙虛 謙也是六四掛之一喔